哎呦 整天在懷孕 令情公開之後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我覺得有點少後悔 丟丟妹帶男友見家長 附載婚卡關有後悔 也是會看到那看起來好像 幹也肚子餓 30歲直播天后丟丟妹李寧生 熱愛髮型師男友Tommy 但上月突遭後方轎車追轉 還被攻擊 她接受三立新聞網專訪 竟談言後悔公開戀情 因為現在已經就是起訴了 警察那邊給他們去調查 人生嘛 也是不錯的經驗啦 往正面思考 會不會是因為你的關係 因為像 吳三的咖啡店被載 就是因為他爸憲哥 跟他欠了上千萬債務沒有還 我是沒有欠債務啦 是別人欠他 是別人欠他 是別人欠你 就沒有欠債 我覺得可能就是 就讓警察去調查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戀情公開之後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我覺得有點少後悔了 因為相對的他不是公眾人物 給他賦予的壓力 其實承載力量會蠻重的 他給他帶來一些 就困擾啊 後悔這樣 他有跟你講過嗎 是沒有啦 就是自己會 就是自己會去想 他不敢跟妳講嗎 他不會不敢跟我講 他蠻直接的 現在半年下來 是不是覺得熱戀 不是那種 那種小朋友談戀愛的 對啊 所以你說熱戀 我是覺得還好 就是過日子這樣 就是互相 互相來 對啊 記者會說什麼 懷孕嗎 沒有啦 哎唷 我跟妳講你們都這樣 整天懷孕 我爸會捏一把人 那怎麼會想要再寫 結帳囉 沒有啦結帳 因為我覺得很多方面都沈眠啦 對啊 就是這種生小孩很簡單 可是你要教育 對小孩是一個有責任的態度 而不是說要生就生 而且郭東爸爸也這麼累 而且郭東爸爸也這麼累 是 抱幾個位 珊珊已帶Tommy見過父母 還占她是很稱職的保姆 那男生有見過嗎 見過啦 就是也會跟他玩 蠻喜歡跟他玩 他會叫Tommy 他說Tommy哥哥什麼時候要來找我玩 記得那時候 我好像是要跟我 就是我弟弟他老婆去把我公司玩 就是買東西 小孩子 我就 全全交給他 真的假的 對 就一個下午這樣 真的很厲害 對然後 那時候我剛好要把他接走之後 他死不跟我走 他說要跟哥哥那邊玩 你現在還是沒有好意要再訪 沒有啦 先不要啦 生小孩要很大的勇氣 好可怕 想到很可怕 勞定就撈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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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事業最重要 我會滅後三生一手創立新直播平台 勞定就撈咖 但言也接到手軟 一定你現在手在代言有幾隻 五個 現在直播的狀況有 因為人家現在都講說因為沒有疫情 然後怎麼電商什麼都萎縮 你的部分有受影響 我覺得一定多少 電商 我覺得不是疫情耶 我覺得現在就是電商直播 我覺得這一點 我覺得應該也有關食安的問題 是 因為現在實安非常的營業 我們自己進的每一項東西 所有一兩百個品項 一定都會有檢驗報告出來 對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負責任態度 可是消費者也是會怕他的 是 對啊 我覺得過渡期 營業有掉嗎 業績有 我覺得其實也還好 就是一定沒有辦法像疫情前那麼高峰 是 對 可是就是穩穩的這樣 有掉了一兩成嗎 一定加減有啦 加減有 對啊 那怎麼補 怎麼補 就努力做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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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